中午好,请往里走这边测温啊 11月17号,上海迪士尼小镇,星宴公园和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恢复运营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重新开放日期待定,玩具总动员酒店也将继续暂时关闭 迪士尼小镇的运营时间为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星宴公园的运营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5点 迪士尼小行车举旅游客车停车场,迪士尼小镇停车场和星宴湖轮渡同步恢复运营 当天上午,记者在上海迪士尼小镇看到 尽管是下雨天,但依旧有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游客黄女士表示,她听到小镇重新开放的消息特地赶过来的 今天想在小镇买几件衣服,希望乐园早日开放 希望的人早点开放吧 到时候会来吗?第一天也会来吗?会,第一天应该肯定会来 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会来的 新女士与易女士是迪士尼的死忠粉 今天特意结伴起来游玩 他们告诉记者,他们一直有在手机上刷迪士尼的购票软件 争取第一时间买到乐园再次开放的首日门票 很激动,因为已经挺久了,然后大家一直很想希望再来一下 然后只看到小镇开了,然后就先来一下,然后等乐园开的时候打算再来 就是一直在约着第一天开源的日子,然后它一直变成灰色了 然后只能往后调,调到再后面一个星期,就一直调到第一天的约的那个日子 据悉,在重新开放期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所有开放区域限流运营 所有游客都必须持有绿色随身码 以及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 杨核酸检测阴性质店 像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